大家好 我是Sarah 大家都知道我平時經常做事要拍攝 又要做C2 很多時都很晚才回到家 回到去都還要做明天的事 晚上又不想開燈騷擾到家人睡覺 但又要用電腦做事的時候 那又怎算好呢 我知道最近很流行一種叫做螢幕掛燈的產品 所以今天我就找來了這個BenQ的ScreenBar Pro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試用的效果 看片之前記得要like、comment和share我們的影片 還有記得要subscribe我們 BenQ作為全世界首個推出第一支螢幕智能掛燈的品牌 他們對螢幕掛燈的產品要求是非常之高的 除了想滿足到空間問題之外 還要做到只是照到桌面而照射不到螢幕 所以如果你想入手螢幕掛燈的話 就要留意這一點 而我們今天要分享的ScreenBar Pro 不單可以做到這個要求 還加入了智能的功能 令到用家可以用得輕鬆一點 不如我們就先簡單地開箱 看看裡面有什麼 打開盒就會見到ScreenBar Pro已經放在這裡 然後就會見到有保養證和說明書 之後有一個盒子 這裡放了一個USB-C的火牛 是插USB-C的 然後還有一部電線 然後這部就是ScreenBar Pro的真身 我們現在就試試夾上螢幕看看效果 這支ScreenBar Pro的設計都非常之簡單 上面就有一支燈 連著下面就是一個夾式的支架 上面這支燈其實是有得調整個角度 還有下面這個夾式的支架 打開就會見到裡面是有防滑膠的 還有上面這裡都會見到卡位的設計 所以相信都會配到大部分的屏幕 供電方面主要都是用USB-C線 可以直接連接到電腦 或者連接到它們跟著的火牛都可以 而它的操控方式其實都非常之直觀 基本上所有輕觸式的按鍵都在巴上 這裡就會見到入籍偵測的開關 還有亮度、色溫 中間這個是調整桿 之後就是我的最愛、自動調光和開關鍵 如果想調整光度或者色溫 其實都非常之簡單 在ScreenBar Pro 選擇光度或者色溫的按鍵 然後就在中間的調整桿 調節強度就可以了 它總共有8種的色溫 以及有16種的光度可以選擇 在手動調整亮度和色溫設定之後 還可以通過按住我的最愛的觸控按鍵3秒 就可以儲存目前的設定 根據廠方所說 今次ScreenBar Pro 的光度 是比以往的ScreenBar更加強 照度的範圍也更加大 而中心亮度更加可以達到1000Lux 為了測試照射的範圍 今次我都嘗試把ScreenBar Pro 調校到亮度最高的白燈 然後以垂直的角度去照射桌面 根據官方計算 40cm的高度就可以照到85x50cm的空間 可以見到照射的範圍是非常之大的 要照射電腦前的工作範圍 相信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ScreenBar Pro 的光線是非常之集中的 很清楚可以見到光源的分界線 另外如果正面去看 亦都沒有任何反光的問題 即使開到最光 都是比較柔和和和不刺眼的 總算是解決了我擔心的反光問題 要做到以上的效果 其實是因為今次ScreenBar Pro 採用了全新的專利技術 ASIM Lite 非對稱光型設計 令到光露比市面上其他牌子更加集中 不會影響到屏幕的使用 今代的ScreenBar Pro 亦都有個非常貼心的設計 就是它裏面有一個微型超音波感應器 可以透過入直偵測 來達到自動開燈、關燈的感應功能 而超音波感應會在距離窗面50cm高的位置 針對屏幕前方60厘米加減10厘米的圓錐狀範圍內進行檢測 所以靠近桌面的時候就會自動亮燈 當你離開桌面5分鐘之後 螢幕掛燈就會自動關燈 所以可以說是幾省電的設計 而且都不用擔心搖控器放在哪裡 因為都不用再找多個地方放搖控器 說了那麼多功能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這支螢幕掛燈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切合到大部分的用家需求呢? 不同類型的螢幕又是否真的可以使用到呢? 今次ScreenBar Pro 採用了專利甲具設計 只要屏幕的厚度範圍在0.43至6.5厘米之間 以及曲面屏幕是1000R至1800R曲率的屏幕都可以夾得穩 我就靜靜地把它夾到小身的屏幕試一下 Feed 總結一下今次ScreenBar Pro 今次ScreenBar Pro 光度比起以往的ScreenBar是有所提升的 令到照射的範圍亦都更加廣 同時它們的全新專利技術亦都令到光露 比起其他牌子是更加集中的 不會影響到屏幕的效果 而且不論是平面還是曲面的屏幕 幾乎所有市面上的屏幕都適用到 它的坑位設計和自動感應開關燈的功能 亦都非常方便和實用 所以可以說ScreenBar Pro 絕對是一個強大又實用的 照明解決方案 今天BanQ ScreenBar Pro 的螢幕掛燈分享 就到此為止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朋友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問問我們 還有記得要讚好、訂閱、按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